这房子倒塌了 我现在要重建 为什么就那么难了 老公 你为什么老是拍这种负能量的视频 老是抱怨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就不能拍一点正能量的视频吗 老婆 你还年轻 你懂什么 这个社会虽然说很美好 但是在某些阴暗的角落 它同样存在着很多丑闹的一面 同样有很多社会毒瘤 泰菌芝麻 到处去欺负别人 就出去为难别人 你是没有经历过去办事 被别人刁难的 没有经历过 那个不公的对待 也没有经历过 努力付出了 要不被认可 辛辛苦苦一辈子 又过不上好日子 你但凡经历过这些人情冷冷 但凡经历过这些人间疾苦 你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你就会觉得 只要有一天 那些邪恶的 那些恶魔存在 他们就会到处去欺负别人 虽然说今天没有欺负到你 欺负到别人 但是 他明天 有可能欺负到你的头上 后天 有可能欺负到我的头上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遭遇这些不公对待的时候 都是忍气吞声 都在看热闹的话 那总有一天 我们每个人 都会被欺负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就希望大家 遇到那些不好的现象 就要大胆站出来 大胆的去 不要那些社会独流 那么猖獗 到处去欺压别人 到处去欺负别人 因为我这个人 最看不惯的就是人间疾苦 我不希望那些 努力过的人 辛辛苦苦奋斗过的人 但是要得不到好的结果 我只希望 每一个善良的人 都得到善待 懂不懂 这就是正能量 明白吗